我心跳起来了 闻到巴音布鲁克的味儿了 对于我而言这个才叫喝 没有手动的 没有 哈喽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菜又来了 嗨 在锦临长春正在举行 第21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 我们依然请来了 重度车迷同事 史洪宇来一起逛展 那看一看今年 他在车展上会有什么新发现 关注哪些车型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走吧 今天我们要看看 巴音布鲁克的王 在电影里面 它是有一个大很大的流量的 小人 你看 谁都是小伙子们 同化好不好 好不好 车迷也在同化 就是飞驰人生的那个电影 用的就是这两个 对对对对对对 我说闻到巴音布鲁克的味儿了吗 嗯 嗯 这个有了吗 闻到了 这个车就是属于真的是在拍电影的时候开到了赛道上 并且它真的能开 它不是不是有一个镜头 不是直接飞出来的吗 还没有人落地 正常驾用车 一旦你这个四个轮子离地了 你你在落地 其实你方向基本上就已经去哪儿 那你就不知道了 但是你这个车经过策务调教究 你落在哪里 它是有 有迹可行的 这个它里面的那个叶速箱 我来的时候客服过 我知道确定叶速箱很贵 一般从法国进口的是14万 这款据说是50多万的 嗯 这个就是它的这个油箱 油箱里面还有一堂海绵 防止挥发的 用的是塞油 这款就是碳纤维的 定做 这是我在家乡金城市从中出过这样 因为碳纤维比较多 车辆做急速的时候是三项车比较稳定 但是想做出飘移呢 就得是两项车 因为这比较灵活 真的 这种说懂得多不多 反正我是为啥总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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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过赛照 这种计划考 准备今年报名考一个赛照 据说是我考上之后 他会送一套赛照谱 还送一个 呃 很多户具吧 这个我准备当个技研究 那个四驱的吧 这个是 对 有两驱和四驱的 两驱和四驱的 对 咱家这个 呃 悬架都是独立悬架 不是 这些都是纯铝的 纯铝的 铝的 铝的 实在发展太快 这个其实对我而言 有点丑 新品牌 金龟花 这个车做的是庄重 这个可能我觉得就是中国汽车人 他们对于这个豪华的理解 我这次来车展 我发现 我发现有一个就是新的变化 很多咱们国内的自主品牌和车企 开始盘论 自己的技术优势 这在以前其实不该想象 现在的汽车发展日新月异 我都现在都不敢说明年的汽车 会拿出什么样的一个物种 所以说这个汽车这个话题 我会一直关注下去 汽车文化 是不是有一个新的变化 这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还是 很期待未来的车展 就是能告诉我们有哪些变化 我们也能感受到的这种变化 我都没有想象的 我们也能感受到的这种变化